女人为了寻求刺激 一个转身翻出车外 踩着车门直接爬上了车顶 司机黑妹不仅没停车 反而加快了速度 可小妹感觉还不够刺激 她双手抓稳两边皮带 然后贴着挡风玻璃 慢慢滑到了引擎盖上 估计这种危险的动作 也只有外国人才敢做 这时小妹异常兴奋 她让黑妹再开快点 黑妹提醒小妹抓紧 接着慢慢地开始加速 没一会儿的功夫 便将车速开到了180m 另一个闺蜜看到这一幕 不禁地担心起来 可看到小妹玩得这么开心 慢慢地她也变得兴奋起来 这种十分危险的行为 在这几个女人眼中 仿佛成为了一种游戏 这时小妹抬高双腿 尽情地享受风速所带来的感觉 然而女人们还不知道 她们在路上的一举一动 都被一个变态看在眼里 男人驾着她的宝马 一脚由门追了上去 这时闺蜜察觉到异常 身后的黑车正朝着她们快速驶来 后面的男人咧嘴一笑 静直向前车撞了过去 差点把引擎盖上的小美撞下 车子也被撞得左右摇摆 幸好黑妹及时扶稳方向盘 车子才没有发生侧翻 但危险还没结束 男人突然降低车速 等离开了一段距离后 再一脚由门踩到底 向着三人的车飞速撞去 小美被撞得松开了左手 只剩右手抓住皮带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 此时的她非常害怕 早知当初就不玩这种游戏了 这时男人快速地使刀一旁 从车子的侧身继续撞击 猛烈的撞击让小美松开了皮带 她只能用手死死抓住引擎盖 但男人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还在不停地对他们进行撞击 黑妹见状赶紧加快车速 想撇开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 车子慢慢地拉开了一点距离 小美趁机往车窗上爬 可还没等她扶稳 男人又一脚由门下去 再次追了上来 紧接着又是疯狂的撞击 此时的小美非常害怕 她让黑妹赶紧停车 但黑妹却告诉她 现在停车可能会将她甩飞出去 就在这时男人突然一个猛撞 将车子彻底撞出道路 好在黑妹反应够快 这才避免了一场车祸 但男人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又一次从侧面撞了上来 看着男人猙獰的笑容 小美顿时火冒三丈 对着男人的汽车哭吃就是一脚 这一脚反而让男人特别兴奋 她竟对着车头猛地撞去 这次的撞击非常猛烈 小美被撞得整个人都掉转了过来 她只能压低身子趴在引擎盖上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小美随时都有可能被撞下去 闺蜜也在不停地叫喊 让男人赶紧停下 但这话让男人更加疯狂 再次猛烈地撞向他们 此时的小美肠子都毁清了 当初就不应该进行这么危险的游戏 这时男人又要撞击 对面却突然使来一辆皮卡 男人急忙忙大方向 好在路面还比较平坦 男人这才没有翻车 接着她一个飘移 又朝着女人的车冲了过去 这时黑妹想到了办法 她让小美抓紧车头 再来到一处弯道时 黑妹一个急转弯 成功让男人撞向了路边的草丛里 没想到男人如此变态 她竟然表现得异常兴奋 她甚至来到车外 对着女人不停地叫嚣起来 谁知黑妹玩不起 居然对她开了一枪 吓得她赶紧驾车逃离 黑妹直接打光了子弹 此刻的她真想杀了男人 因为小美被甩出车外 可能已经掉下了山崖 谁知下一秒 没想到小美竟然毫发无伤 她来到车前 询问二人要不要来点更刺激的 经过三人一番商量 他们决定追上男人 给她来一个深刻的教训 但子弹已经被打光 他们已经没有武器了 这时小美突然跑到路边 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管 武器的问题瞬间解决 小美骑在车门上 像骑着战马一般 朝着男人逃跑的方向冲去 而此时的男人跑到一处郊外 她翻出一瓶飞天茅台 刀在伤口上进行消毒 钻心的疼痛让她哇哇大叫 然而她还不知道 真正的威胁正悄然接近 她只是喝了口飞天茅台 后面的汽车就直接朝她撞了过来 小美从车上跑下来 先是打烂对方的车窗 接着抄起八十米大钢管 对着男人疯狂的输出 男人忍着剧痛驾驶汽车 朝着远方逃离 但女人们并不打算放过她 在后面不停的追赶 此时的男人害怕极了 心想怎么会惹上这么一群疯女人 刚才她撞的有多爽 现在黑妹如数奉还 疯狂的向着男人撞击 男人赶紧加快速度 想摆脱这三个恐怖的女人 可黑妹哪里会放过她 依旧对她展开猛烈的撞击 但突然男人一个加速 直接驶到了另一条车道 双方隔着一个小湖 看着远处的白车 男人还以为逃出来了 可她万万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黑妹的计划 两条道路只有一个会合点 在即将会合的瞬间 黑妹一个加速 直接将男人的汽车撞飞出去 双方从无人的小道 一路飙到公路上面 此时男人的伤口血流不止 于是她再次加快速度 想要在车流中摆脱女人 她在公路上不断超车 但她做梦也想不到 黑妹居然是个驾校教练 她的车技可是顶尖的 很快她就追上了男人的车 没想到男人丧心病狂 故意撞向路人的汽车 还好黑妹车技了得 这才没有与汽车撞上 男人此时心急如焚 再这样下去的话 肯定会被再次追上 这时她心生疑惊 突然猛地踩下刹车 一个帅气的飘移掉头 想以此来甩开黑妹三人 幸亏黑妹反应急时 一脚油门踩下 又朝着男人追了上去 看着再次追上来的三人 男人开始不停道歉 但很显然 现在道歉已经晚了 此时的女人们已经玩疯了 他们将男人的车逼出公路 让她撞向路边的广告牌 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前方马上到达分岔路口 男人眼看后车紧追不舍 他突然猛踩刹车 成功地把黑妹的车甩开了 男人非常兴奋 他左右看了看后视镜 发现白车已经消失不见 他还以为真的摆脱了对方 殊不知 女人们的车一直在上方 死死地盯着他们 黑妹三人此时非常愤怒 他们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将男人彻底撞飞 很快机会来了 在即将到达汇集口时 黑妹一脚油门踩到底 直接将男人的车撞上了天 女人们慢慢走向男人 三人强行把男人拽了下来 然后你一圈我一圈 将之前所有的愤怒 全部打在男人的身上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男人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变态 甚至做出摸人脚底的变态行为 有了这次的教学 恐怕男人以后 再也不敢犯错了 好了 感谢观看